我是ZKMotion的设计开发者 我对于ZKMotion的一个输出口实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目前反应问题的用户比较多 来仔细讲一下 关于接线的问题 ZKMotion的接线 这个接线举例N 是有个样图的 我这里输出口 输出口这边O1615 是接的编屏器进行一个正反状控制 O1314 接的是一个寄电器的驱动板 进行一个冷却泵 喷雾 这之类的一些控制 而另外关于输出口 如何推动线圈寄电器的 一个说明 这里也有 就是间隙线圈 用24V的机电器 线圈的一个给它一个供电24V 线圈的另一端 接到输出口接到O9 另外呢 机电器的线圈是一个很复杂 所以一定要加一个虚拟二级管 是EN4007 就是很常见的一个二级管 整流二级管 接线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示意图 一对一对应 我这里这个机电器驱动板 我看一下实物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机电器驱动板 是两路的带光偶隔离输出的 它有一个跳线 这里有低电比触发 高电点频触发的一个选择 因为GK木型的输出都是一个NPN型输出 所以它要选择到低电比触发 另外就是GK木型 那个机电器驱动板 它要一个供电 这个24V电源一组正负 是和控制卡的供电 是用的同一个电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输出口呢 机电器的输出啊 它是一个接点 它是干接点的 它这开关就是你墙上 用来控制电灯的一个开关 不带输出功能 闹这种消化 觉得机电器输出 应该可以推动负载吧 那是不太可能的 它不带电 大家要注意啊 我这里举例的时候 就把一个220V的电风扇 供电给减断了一段 这样串进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把那个机电器的凑点 这里机电器的 它有两组 一组是床开 一种是床壁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接着床开啊 所以这里是接的no 和com 两个端子 串联在你的负载里面 这个一定不要错 实物 机型实物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软件的实际配置 在说明书里面 实际上已经有了 关于输入 输出口的 哪里激活 哪里管脚号配置 哪里当口号配置 如何配置 大家仔细看一下3.5张 3.5张 873的输出口控制配置 然后我在实际操作时 我再演示说明一下 输出口 你需要 需要它输出的 你就在第一列里面打勾 我这里 outboard-1-2 做的是 主折的 -3-4 现在接的是机电器启动板 用来控制冷却泵和喷雾 那我这里可以改变 一个输出口的状态 哦 这个双机是不行的 有时候会跳掉 我们再进去看一下 13口14口 嗯 1314 今天机在跳的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食物 现在是两个灯 输入口的两个灯是亮的 输出 已经有了 相当于 我再把它打成钩 正常控制情况下都是打钩的 这是为了演示 就是自己测试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干 好了 我们用手动进行一个控制 M8 进电器输出有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的风扇 我也可以把它通上电 看一下转了没有 因为是220V的 所以我 要不然会被电到 现在风扇转了 那我这里再把它关掉 M9 大家可以看一下 停下来了 输出没有了 再演示一下 M8 激电器动作 又输出了 我们再输一个M7 另外一路激电器也输出了 两个灯都亮了 大家可以看到吧 这就是关于输出口的 刚才为什么 O3 奥特尔布的景三 奥特尔布景四 可以控制 那个冷却不能动作 它是这里的印射关系 M8 输出 景三 指的是这里的 奥特尔布的景三 指的是这个 这个不跟物理的接口是没有关系的 物理接口是通过奥进行印射的 这个是13 奥特尔布景三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对于关系 大家不要搞错了 这个有一个 我提供的资料里面有一个m代码 自定m代码的使用 如何自定m代码 进行输出口的控制 这里讲的也比较详细 这里就是说 关于m自定m代码放在哪个目录 怎么样放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默认情况下 一般都是marches and mail 也是我们说的西床 那这m3m4m5 是控制主轴的代码 这里也可以自己修改 添加一些自己的动作 m6 start主要是用来做换到的 end一般很少修改 这就是要控制输出口 对应关系的问题 这里outable锦3 跟前面我说的输出口 这个outable锦3 是一个意思 但是它实际的控制 outable锦3控制的是哪一个硬件接口呢 就是这里的 pin number这个进行映射的 这里是O13 所以看到档口 大家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再回头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文档 我说明肯定是有它的用意 可以再看一下 因为这已经有了关于输出口的 的控制的一个m代码的距离 在打包的软件里面也有 好了 通过这样的介绍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这样的领悟能力吧 再不能够接受了 所以希望大家多动手多动脑 问题一定会很好地解决的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购买NNMotion 目前来说新款就将GKMotion 所以改了一下名 谢谢大家